哈喽大家好,我是摩根,今天给大家说一下S16赛季的全新战令皮肤 说之前提一下大家一直纠结的无双名文 暴击效果一削弱,无双名文就要变得鸡肋了 顶多留三个,那么剩下的七个肯定要分解了 不过不用担心,无双名文在新赛季分解是无损的 所以大家大可不必担心会浪费什么的 好,那么进入正题 新赛季的战令皮肤一个是鲁班的 鲁班这款名为师武东方,是二级战令皮肤 那么一级是谁的呢,大家都很好奇 那就是中魁的神技守卫 会跟随新赛季一起上线征服 目前只有宣传化曝光 技能特效后续会持续爆出 鲁班的二级战令皮肤十五东方的技能特效已经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真的超萌啊 出场特别有意思 鲁班出场武士特别喜庆 看着年纪好小,这个必须拥有啊,太可爱了 局内特效肯定不会差 普攻刷新被动的时候头上会出现数字 一二三,第四枪打出被动后 头上有个狮子头特别醒目 然后往前突突一想,竟然是烟花啊 一技能丢出的是个绣球 爆炸效果比较一般 二技能手拿龙头炮发射导弹后 击中目标会出现一个狮子头 大招放出是一个大号狮子头 然后口中有个狮子 满满的中国元素,感觉像过年一样啊 特别是鲁班这一身武士造型 估计行走起来会更加可爱 大家发现了没有 鲁班被动射击的动作是和电丸小子同款的趴下 如果是电丸小子和这款皮肤可以同时选择 你选哪个呢 好了,那么新赛季的两款战定皮肤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拜拜